先生啊 你前两天不表现挺好的呢 这两天怎么又秃鲁回来了呢 你能在咱小区给我长点脸吗 媳妇我又咋的了我这是 看你干那点好事 是啊我是干好事了呀 来你跟我说说你都干啥事了 是这么回事 我这不嘛今天早上上班 我就路过我们小区三号楼 我就看见二干园门口 堆了这么一大堆白菜 我就看见这个 五楼的张奶奶啊 就对着这堆白菜发愁 她叹了口气就上楼了 我当时就想人家张奶奶 八十多岁了 腿脚也不好 肯定是发愁这堆白菜 怎么搬上去啊 对不 我就一股脑的 把这一堆白菜 给它搬到五楼上去了 然后呢 然后她不就找你告状来了吗 咋说的啊 二明天啊 你平好个姑娘 怎么找了这么个歪了 这啥话你 前事分 人家张奶奶是一颗一颗 把白菜从五楼搬下来的 人家就想晒点白菜 鸡个酸菜就这么难吗 啊 再说人家站那块叹气 人家是累了歇会儿 你可倒好一口气把人白菜 全都给送到五楼上去了 人家张奶奶又一颗一颗 从五楼上搬下来了 咱以后干好事能干到点儿上不 行啊二明呀 顺风不也是干的好事吗 你干啥呀 来来来 吃饭吃饭 大姐啊 今天咱吃啥呀 炖白菜 熬白菜 辣白菜 你是不是把张奶奶家白菜搬咱子家来了 吃吃吃吃吃 姐夫 姐夫 人不在 白奶奶 你站着 李宝洁 你能不能看看你二姐夫 这不在这儿呢嘛 您再没有用 我是来找大姐夫的 啊 哎呀 张大姐夫啊 来来来来 你跟这茄子茄子 咱们小区门口吧 大姐 说老范家的女婿做了好事 嗯 要来感谢 啥是吗 嗯 哎呀太好了 你说你懂啊 老范家女婿做了好事 人家要来感谢 嗯 那你怎么确定就是赵刚子 而不是我呢 这里面吧 有两个关键词 啊 一个是老范家女婿 啊 一个是做了好事 啊 综合判断 那肯定是大姐夫 对 大姐我跟你说 咱们小区里的小朋友 还给大姐夫编了首儿歌呢 是吗 怎么唱的呢 嗯 幸福小区一朵花 人人见了 人人夸 西方邻居都爱她 她的名叫赵刚子 哎呀 太好听了 贝哥好听啊 对 别说 你跟这小孩编这儿歌还挺好听 我问问你 光有赵刚子的儿歌 没有我前世锋的儿歌吗 有有有必须有 我就说有嘛 来唱唱我听听我听听 唱我听听 嗯 幸福小区一棵草 遇事儿就爱随方导 她的爱好是挖坑 名字叫做前世锋 哎 你给我说实话 这小朋友们编的啊 我编的 多哑音 俩都是你编的吧 这口告诉你 你大姐夫不在家 该干啥干啥 哎呀我不能走 我有正事儿 哎呀大姐 什么事儿 大姐啥事儿回来呀 干啥呀 哎呀她不是做了件好事儿吗 人家待会儿就过来感谢了 我想给她记录一下 然后发到我们公众号上去 哦 我明白了 哎呀可是你大姐夫啊 她做好事儿从来不跟别人说 她也不愿意做宣传啥的 哎哎哎哎哎 大姐 这就是大姐夫的不对了啊 做好事儿为什么不能宣传啊 嗯 哎宣传出去 让大家都学习她 大家都做好事儿 多好啊对不对 姐妹邻居们 对 对啊这 宝洁 你这样我替大姐夫说两句 哎来来来织上机器 来来来大姐 干啥 媳妇给我做个背景 给我做个背景 啊她的背景 你放心你放心 我不提她名字啊 啊好 不提她名字啊 来准备开机 哎 嗨大家好 我就是老范家的女婿 啊大家都知道 老范家的女婿 今天做了一件好事儿 啊大家都在找她 哎嘿嘿 不要找了 做好事儿 不愿意留名 哈哈哈哈 我也是老范家的女婿 我叫钱顺峰 哈哈哈哈 好批了吧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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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咱能要点脸吧 啊 咋去了 那跟你有一毛钱关系吗 咱说啊 嗯 我也没说跟我有关系啊 哎呀 我说我做好事了吗 我就说不要找了 对不对我们不留名字 姐夫 姐夫 哎呀姐夫 哈哈 姐夫姐夫 我笑你哪不是这事儿呢 哈哈哈 你大姐夫不在家 我找你 找我的 嘿嘿嘿 呀真是找我的 李宝洁 嘿嘿嘿嘿 说大姐夫 说你看躲躲 好嘞 哎 我躲啥呀我躲 我咋的了我躲呀 啊啊啊啊 是是这么个情况啊 刚才呀 我在咱小区那小花园啊 看着个女的 咋的了 带个孩子啊 那满小区啊 逮老范家女婿呢 啊 怎么用逮这个字眼呢 好像是谁欺负他家小孩了 小孩哇哇哭啊 点名到现在 找老范家女婿 你估计马上到了 不是 大宝 这怎么 为什么非得就是你二姐夫呢 哎呀姐呀 你说一共就俩关键词 第一 老范家女婿 第二 欺负小孩 综合判断 这事儿肯定不是大姐夫 对 就是大姐夫 但也不非得是你二姐夫吧 是 虽然你二姐夫跟做好事这件事 没什么关系 但他不至于欺负个小孩啊 是啊 你二姐夫虽然给你大姐夫老挖坑 但是 他也没给别人挖过坑啊 就是 我跟你说老公 这次我绝对支持你 我相信你 你跟他说两句 对 感谢媳妇 感谢大姐这么多年 对我的信任和支持 不客气 我告诉你大宝 这事儿 还真是我干的 你看 你看 你瞧瞧瞧瞧 你能给我长点脸不 不是 别拍了 哎呀李宝洁这是啥好事啊 毕了毕了毕了 你们都坐下 不是咋 这事儿说来话长了 怎么的 是这么回事 今天啊 就是我们小区那方小四 和我一块开着车到郊外 去办点小事 结果呢 开着开着 沈阳滴场大雪来了 哎呀雪景老美了 是 这方小四呢就口渴了 想要喝水 我呢就停下车 给他买瓶水 结果刚一开车门 呼 你小孩啊 你小孩玩这玩儿 这叫什么冰车 我就没想到 咱小孩玩这冰车速度能那么快 飞一样啊 哎呀 当就撞我腿上了 哎呀 差势了我都 哎呀我看看 撞什么样 你看看 你看看都清了 哎呀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哎呀二姐夫啊 那你那小孩的家长呢 啊 找啥家长呢 哪有小孩不逃的啊 再说了 咱沈阳第一场大雪 没景啊 外地人都到这儿来赏雪 啊 咱沈阳小孩玩这雪咋去了 再说了 我这没啥事啊 这又啥事啊 对不对 姐夫人姐们 哈哈哈哈 你可没事吧 二姐夫这格局大 你看 那个没啥事完 后来你就走了吧 走 啊 小孩儿吓着了 哇哇哭啊 哎呀 我不得安安慰他啊 那对 哎我轻轻地把这孩子抱起来 放到倒牙子上 和蔼地对孩子说 小朋友啊 可不能这样是的呀 撞了老爷爷咋整啊 对呀 撞了老奶奶咋整啊 撞了孕妇阿姨咋整啊 就是 哎呦孩子一看我那么和蔼 笑了 你看 哎呀 当时就问我 叔叔你真好 你真是个好人 你叫什么名字 我能告诉他吗 我说我不能告诉你 小孩儿还要玩那个冰车 这可不行啊 嗯 我当时灵机一动 我拿了个竖刹 我从他脚边画了个圈 哎 我说小朋友咱俩玩个游戏 我扮演孙悟空 你扮演唐僧 我现在给你整好吃子去 我回来之前你别出这个圈 他说行 我跟冯阿姨就走了 哎呀 顺芬 没看错你 啊 老范家有你 太骄傲了 对不对 太聪明了 哥 哎小丝 丝啊 丝来了 哎呀 能少啊家里 我找我哥要点丝 丝啊 咋的 你家光吃白菜啊 那咋有事啊 你包落我车里了我给你送包 看我现在这脑子 丢散了 没啥事我走了 走走走 哎不是 我这样问问你呢 你哥那腿被撞了 到底咋回事啊 嫂子 啊 老惊险了 咋的了 哥我能跟他说吗 可以 但是说的时候 捡重点的说 好嘞 哎 嫂子就怎么回事呢 今天我哥跟一个小孩干起来了 啊 但是这事肯定不赖我哥啊 首先那孩子划着那个冰车 撞我哥腿 我哥一看 这就说两句啊 小孩不服 还跟我哥跟那儿更改 然后 就还要动那个车 往那个公路上去走 我哥一看这孩子有危险呢 好这孩子 就给放马路牙子看看 避免孩子乱动啊 我哥拿个小树枝 在孩子周围画了个圈 孩子就不动了 啊 后来那孩子笑了吧 嗷嗷哭啊 边哭边喊 我爸我妈都没这么管过我 你是孙悟空啊 还给我画出来 你敢告诉我你是谁吗 我哥说 我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生活小区老饭的女婿 然后我俩就跑了 对上了 对上了 这一看就是孩子 那个找家长过来来找算账的 你呀 钱顺芳 不是我也没想到啊 这有多大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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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找家来了吗 不是这还真来了 你说这多大点事 他还找这儿来了 别慌别慌 我给他解释 我刚才听了 你这样 你先回屋你先躲一躲 好吧 然后我先去 看他有什么要求完了 不行我先给你道个箭 行了 什么话 什么话 还我躲一躲 我前世纹齐齿男儿 躲姐妹 我遇上事我躲躲 我还躲到屋里去 我沙发后面躲会吧 哎 哎 不是 咋这啥没链 哎 这点出息 我的天 咋子 咋子姐 别着急 没多大事 请进 请进 你好 这是烙饭家吗 对对对 哎呀孩子没啥事吧 没事儿子 叫阿姨 阿姨好 奶奶好 哎呀妈 叫姐姐 姐姐好 对 来来来坐坐 哎呀这孩子长得真好看 好不容易招人歇 来孩子吃苹果 喝水 行 事情啊我都已经了解了 你看你想怎么办 我们都接受 好吧 啥怎么办呀 我今天来就是想 谢谢你们的 谢谢我们 是啥 对呀 那位做好事的女婿 没在家吗 我想当面跟她说声谢谢 起来吧 说我老公 我做好事的女婿 那是我老公 哎呀嫂子呀 这真是太好 我总算找到你们了 四季啊嫂子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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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办你俩找大姐夫的 哎呦 哎呦 吓我一跳 我以为找我真的 你这吓坏了 这点事 哎呀 哎呀 咋了咋的呢 就是她就是她就是她 跟我话的说 啊 好了她说不哭了不哭了乖啊 不哭不哭啊 这这这咋回事啊 就是啊 啊 大妹子啊 干啥呀这是啊 你找我来就找我来了呗 有啥事咱说啥事 咋还来感谢我呢 你这是个啥意思啊 对呀 我就是来感谢您的 为我儿子画了一个圈 啊 到底咋回事啊 嫂子 是这么一回事啊 啊 我和我老公啊 在公路边开了一家小超市 这孩子呢 那没事就在那超市门口玩 我们也没当回事 这不今天下雪嘛 孩子就在这门口滑冰车 但是没过一会儿吧 他就哭着回来了 我问他咋的了 他也不说呀 我就去查监控去了 这一查我才知道 他来了 他把我儿子抱到一边 跟他说了几句话 然后就在他这个脚边啊 就这么画了一个圈 我当时真挺生气的啊 你说大冷天的 你干啥呢这是啊 但是我继续看这个监控 我才反应过来 这路上那个车也太多了吧 大声呼呼的呀 如果没有这个圈 后果我都不敢想啊 嫂子 所以说我今天来呢 就想带着我儿子 当面的跟你们说一声谢谢 不用 你弄误会了 误会了 我是误会了 我就误会了大哥了 你让我嫂子嫂子 嫂子你来 大姐你起开 你站在这儿嫂子 儿子来 快来快来 你看看啊 你们晚这一站 多有夫妻相啊 我祝你们永远幸福 天 你误会了吧 来大姐你起来来 这是我老公 这是我媳妇 我媳妇 错了呀 哎呀 你看你们俩晚这一站啊 多有夫妻相啊 哎呀 我祝你们永远幸福 儿子 去公 孩子没事就行 孩子没事 哎呀 没想到啊 前春风你办了一件大好事啊 这我也没想到呢 二姐夫 是那个啊 我也没想到啊 我也没想到啊 我拥有你这么优秀的发小啊 我是做梦都没想到啊 我今儿个只愣起来了 我呀 哎呀 媳妇啊 我就是睡醒了 我也没想到啊 行了行了行了 赶紧坐吧 赶紧坐吧 这点事还跑一趟 误会了是吧 你说这孩子在那个圈里边 讲了那么长时间 对 没动不着爸吗 对 没事啊 我儿子啊 那身体老好了 哎呀 哎呀 咋去了 干啥呀 咋去了 抱歉啊 刚才这么好的素材 我忘录了 快点喝 那大姐能 能麻烦您配合我一下呗 行啊 就从您刚才进门 到坐在这儿这一段 重新来一下 行 行了行了 别配合了 以后再说吧啊 抱歉 那那明天 您陪我一起去那个小卖店那 然后再来 明天明天我出差 那您什么时候回来呀 哎呀 我得 我得一个月以后呢 以后再说 以后再说啊 有那我们就不多打扰了 儿子 快谢谢叔叔 谢谢叔叔 行 我跟你说以后不能在马路上玩 听见没 多危险啊 行行行行 行行 好嘞 你刚刚说你明天出差 我怎么不知道啊 出啥差啊 就这么点小事 还值得宣传嘛 嘿嘿嘿嘿嘿嘿 你不是说了嘛 做好事就要让大家知道吗 我前日凡事做件好事 我自己都没想到 我嘚瑟啥呀 我嘚瑟 别说你还真变了老公 那腿还疼不疼啊 嘿嘿嘿 疼着 哎呀 搞疼了 嗯 哎呦我得给你揉揉 是啊 回屋好好揉揉 你确实好好揉揉 嗯